哈喽大家好,我是阿贵 我现在把我的车载冰箱给拿下来了 这个是我新买的一个 还是追求轻量化吧 把以前那个50升的替换成这个30升的 对 因为我打算给它放在后备箱里面嘛 所以说放50升的就太大了 不太合适 所以玩床车一定要懂得取舍 以前就追求大哈,还是小一点吧 是吧 这里面东西我都给装上了 还可以再装一点,买点饺子那些哈 我不是说我定做了一个后备箱磨盒吗 就专门来放冰箱的 我现在这个后备箱 之前这边有一块磨盒嘛 我给它取掉了 然后重新定做了一个 就是为了放冰箱 因为直接放在里面的话不太好用 就不好打开 对 空间利用率也不太好 我看你现在搬得要轻松一些了 之前搬得特别费劲 之前那个没办法 你其实这样放也可以放 但是你这样放之后 上面再放东西就不方便 对 所以说我就定做了跟这个阴谋一样的 但是以前那个是拉出来是厨房嘛 对 对 先去拿吧 已经到了 先去拿再说 走吧 用这个小推车嘛 嗯 那个比较重 应该是挺大一个包裹的 这个快点人都说不太想给我放这 因为他说特别重 这个啊 对对对 越迟的 比上次那个好嘛 上次那个机过来好大啊 嗯 嗯 就这个 然后还有其他的我把它一起拿了 走吧 有点太大了 不好推 对 这个真是等了非常久啊 终于到了今天 想要是重新定制的吗 对 所以它这个时间就会久一些 这个是按照我的需求专门定制 就他们从来没做过这种样式的 一起讨论那个设计图啊 这些一起搞出来的 嗯 因为只是我自己需求这种嘛 慢一点啊 好 我现在来开箱 看一下我期待已久了 诶 要不要抬下去呢 就这样子没事 稳不稳 稳的 好了 打开 哇 这个得抬出来啊 看到它的真面目 哇 拆出来了 两层 看来这是个啥 这边放冰箱呢 对 我们把它拿上去组装一下 来 我们一起把它给抬进去 再去安装试一下 好的 这个磨口给放进去了 这两边还是拿这个绑带给它固定一下 看出来后之前有什么区别没有 嗯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哈 以前这边是一个车尾厨房 对 我们以前视频里面应该经常看得到吧 就拉出来很长 是一个厨房 嗯 好用是好用哈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 嗯 就是这个更适合一点 因为以前这边车尾厨房 里面我就没有放什么东西 相当于这部分储物空间就浪费了 我这次就想把冰箱给放在这个后备箱里面嘛 就必须给设计成这样子 如果冰箱直接放在这哈 一个是不好开 然后也不好拿 如果下面放着箱子 把冰箱放在箱子上面也不好拿 然后下面的箱子东西也不好拿 所以我就做一个这个哈 看一下 这上面是一层滑轨 冰箱就可以放在上面拉出来 对然后这里还有固定的嘛 对这是个锚点 就可以把冰箱牢牢的给固定在上面 对 就可以拉出来很长 要是这是重载轨道 承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拿东西一下就方便了 对然后下面我直接让它做成一个大抽屉 看一下 这样子拿东西就很方便 这个抽屉哈 我们完全完全就可以拿来储物 对能放不少东西了 对收纳性就比之前强了哈 虽然说做饭哈 确实没有这样之前那么的方便 但是我觉得就是用这边来做饭哈 对也是可以也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桌板够大嘛 我以后就拿这边来做饭 对 这个方案是我上一次旅行想了很久 然后总结出来的 比较适合我的哈 但可能有些人还是觉得 呃测位厨房要方便一点嘛 因为可能冰箱不放在这 嗯 这个不带冰箱的啊 对 嗯 但是安装这种磨盒哈 我觉得不太适合睡车里面 这高度太高了睡得不舒服 嗯 对我们是睡车顶帐篷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就非常好用 这个 拿东西一下就好拿了 然后它两个中间有那种螺丝 到时候把连接在一起 对 我想先把冰箱放上来试一下先 嘿 而且我也是按照这个箱子的尺寸买的冰箱 就33mm就是最大了 嗯 因为是综合它这个宽度深度对 对 做画面考虑的 哦还有高度 因为我们这是那种稍微一点溜背的嘛 对 冰箱我就放好了哈 冰箱放到就是刚好这个箱子最后面齐屏 嗯 到时候有锚点固定一下 然后这前面还有这么多空间 这空间可以来放什么 可以放什么 就放个电饭堡啊 或者锅啊之类的哈 对 然后这个可以拉出来 看一下 我先不拉多了 因为我里面没固定 我担心它敲过来 对还没固定好 这个杠杆原理嘛 嗯 这样子吧这样子 不拉出来吧 演示一下 这样子拉出来之后 这冰箱就很好打开 可以完全开完 你看这样子 现在再拉出来一点点 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高哈 对你来说合适的 没事你绝对高了 你就这样子 这样站在这上面 对 但我来说是可以正常拿东西的 嗯 这样子使用冰箱就很方便了 因为我之前看他们很多那种硬派越野车嘛 他们那种就是很多 相当于是 ARB那种原厂的磨合 它就有设计这种专门放冰箱的这种滑轨 我觉得超级好用 但是像这种磨合一般都没有这样设计过 这个还是相当于是我设计出来的 嗯 因为这种它是综合考虑到床车嘛 上面要睡人的那种考虑 对 我反正是按照我的想法 大概给它弄了一个草图 过去它就给它优化细节一下嘛 做出来的成品 我觉得还是挺满意的 对 这个效果特别满意 嗯 这样子的话这边可以放很多东西 你们看一下这儿 你看这边 这边这个冰箱就跟这个齐平就行了 对 然后这里有个锚点 跟这个冰箱捆在一起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把手 然后两边就拿三根绑带 就把它绑紧 然后就是冰箱和这个磨合就完全固定在一起了 嗯 不管dm波啊什么 它都没有什么影响的 这是谁 小狗狗 你看这后面的空间 对还是空的 还可以放很多东西 我感觉都能放下箱子了 放一下 嗯 对 你咋那么困呢 这个太满意了 我觉得我还是蛮有天赋的 我觉得我 应该没啥缺点了吧 我觉得这样子 因为我们是能综合我们自己平时的使用 对 总结出来的经验 蛮好的 这两个抽屉好像差不多 大这个好像要高一 差不多 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都是很深的 这种抽屉 这抽屉就超级好用的 抽屉是很好用的 嗯 因为它可以直接拉出来 因为如果直接放在箱子里面 你要把箱子给搬下来 万一你要拉最里面的东西 对 我这样子改装一下 反正就是多了一个这么大的储物空间 嗯 以前这边相当于没放什么东西 嗯 然后多了一个滑轨 能放冰箱 可以 天才 哈哈哈 我觉得我可以当这种设计师了 你也可以 可以 反正这个魔火我们上次去西藏用了一个月 基本上天天都要用 反正储物还是做饭都很方便的 我取消到这边的措椅厨房 用这个桌板代替也是没任何问题的 他们现在新款的这个桌板又有升级了 我好想要那种的 你看现在是一个大桌板吧 抽出来的 现在新款的是它把这个桌板做成了一个可以拿下来的桌板 嗯 就跟这上面一样的 这个桌板因为我们放的东西一般就拿不了了 对 我们放的东西比较多 对它新款的把这个做成了一个桌板 然后可以拿出来在外面用 嗯 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对 这个多个桌子 看下次我们单独换一个这个 我觉得还蛮方便的 对 好把边线的电给插上 就先放在车上了 到时候要再买点什么东西就 再放进去就行了 我现在我这个线比较长 因为你看这样子拉出来的时候 它现在线也要跟着一起出来 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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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够了够了 也用不了那么多 然后再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看嘛 如果你不拉出来 门都打不开 就必须要设计成能拉出来的 对 因为如果单独一个位置去放冰箱的话 就太浪费空间了 对 搞定 完美 嗯 基本上没啥缺点了 我觉得 对 这次这样很不错 对 好 搞定 又搞定一个事情 这两天又继续收拾行李吧 嗯 我们虽然说看着有点折腾 但是一次一次优化 力争做到最完美 对 而且虽然说我们东西有点多 但是其实都放很整齐 都分好累了的 对 你看这个冰箱其实没办法再大了 它这里有一个弧形 最多再能高这么一点点 没什么意义 这冰箱是能最匹配的 最匹配的 最大的了 30升就最大了 不能再大了 但是看我们装的东西也是够用的 挺多了 够用了吧 反正现在我们这个躺定 我已经真的 真的已经把空间利用到极限了 对 又比上次优化了很多了 但是其实还是车子有点偏小 主要是我们出去时间比较长 对 然后又带着狗狗嘛 所以说我订了一个腾式地球 还是想空间 商务车的那个后备箱就特别高 对 到时候如果我真的买了那个车 后备箱磨合的方案已经在我头里面了 大概已经有想法了 但是车子还没确定 再说吧 OK 今天的事情就搞定了 然后我们回去就继续收拾东西吧 过几天就可以出发了 基本上该到的都到了 好 我把这边垃圾给收拾一下